建立 建立的話呢 可能我希望做到 如果我們以 剛剛的那個資料 來建立的話 我希望建立 假設類似這邊有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 裡面大概就是 會有哪些項目呢 第一個 可能各位可以看到 再稍微往下移一下 以下的話我希望的 就是 產品名稱 裡面有年度 101年跟101年 為什麼要101年 因為可以比較一下 你會發現看圖其實就蠻清楚的 101年的銷售量 是這樣子 102年的銷售量 變成這樣子 那顯見怎麼樣 這個產品 成長得非常的迅速 101年102年 幾乎是倍增 那另外當然有線電話 由 這樣子 馬上變成這樣 快要幾乎趴下來了 所以越來越少 你可以從產品的圖表 那圖跟錶 當然圖會比較直覺 馬上視覺化 所以現在很流行就是 一定要視覺化的結果 不論你有錶全部你幫我把它變成圖 好不好 那能夠快速的 而且能夠精確的 然後我希望長什麼樣子 你就可以快速 讓它長什麼樣子出現 OK 所以你要能夠由圖去推表 應該 給它什麼樣的表 它才有辦法做出 對應的圖 OK 所以我一定需要什麼 產品名稱 一定也需要年度 再來就是需要什麼 北中南區 假設我這邊 北中 應該是什麼 北中南東 這些 資料 區域也要把它放過來 另外的話 上面可能 需要加一個標題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它的data 就是它裡面的數字 預設的那個圖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那所以待會呢 我也希望說 這個叫做資料標籤 我希望資料標籤也幫我顯示一下 因為我將來 希望看圖 上面也要把它的數字都不好帶過來 那也就是說不一定看表 看圖就有了 上面就有data 那再來的話呢 我還希望把那個什麼呢 把這個表裡面 上面做個標題 然後呢 這個底下的話呢 這個底色 幫我把它做成 像漸層的效果 上面有多一個 黃色 的一個 像這樣 好像有點像太陽出來 感覺很有希望的 就這個樣子 你看表裡面就可以呈現出 很多不一樣的訊息出現 OK 所以 假設我希望做出像這樣的表 要 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 我們從圖裡面推 從圖裡面推 這個 表裡面 第一個 我如果希望呢 產生我要的這個 樞紐分析表的話 大概 我們大概看一下 剛剛的東西 我把那個計算欄位又把它拿掉 因為計算欄位 主要是顯示給各位看 那如果計算欄位不要的話 我可以把它向上拖 放開 我覺得這樣蠻直覺的 不要的話就拖到上面放開 那就等於是把那個欄位給刪掉 那第二個我需要什麼呢 因為我除了產品名稱之外 我還需要年度 所以請你把那個年度 假設篩選 有放年度 你把它拿掉 然後把這個年度 放到哪裡呢 放到產品名稱的列 標籤下方 放開 放在這裡 那你會發現 產品名稱 年度就出現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可以產生一個 我需要的大概的一個表出現 不過這個表裡面的話 當然 如果你將來希望把它變漂亮 我剛剛講過 預設是陽春的 如果你希望讓這個表變漂亮 最簡單的方法 有沒有 就是 設計裡面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你選一個 選 綠色這個好了 馬上就變 稍微漂亮一點點 然後如果說你希望恢復的話 你就可以再恢復到五無就可以了 這邊可以 加上去 如果你不喜歡這個顏色 你可以自己挑一個顏色 反正這個地方的話 主要是讓那個樞紐分析快速的變出 我希望的那個樣子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 假設我這個 樞紐分析表已經做出來了 接下來我希望讓它變成一個 圖 表 圖 所以以後樞紐分析表 過度到圖的話 該怎麼做 兩個方法 特別注意喔 第一個的話 游標請你放在樞紐分析表 這個裡面 第二個的話 請各位找到 不過我不知道版本 會不會有差異 我記得 不同的版本好像也OK 請你找到那個選項裡面 選項裡面 那你會看到 這邊有個叫樞紐分析圖 找到這裡 OK 功能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把那個樞紐分析表 變成樞紐分析圖的話 你可以選擇 這個地方 我看到版本 你們版本不一樣 這個是方法意義喔 如果你這個方法 實在找不到的話 請你另外用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也OK 在插入裡面 你可以用插入 你要哪一種圖 他也可以直接幫你把 樞紐分析表 直接變成樞紐分析圖 兩個方法 OK 不過我比較習慣是用第一個方法 在選項裡面 樞紐分析圖 OK 那一樣他會跳出說 你要把這個樞紐分析 表 變成什麼樣的圖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是用直條圖好了 反正我們用最簡單的 第一個 OK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就已經幫我產生一個 圖出來 但是他產生的方法 感覺有點粗糙 為什麼他就 就幫你放在上面 把你的原來的表蓋住了 這樣感覺好像不是很 好像不是很那種貼心 你應該幫我放在一個 新的工作表裡面 OK 所以沒有關係 反正他幫我產生的 那我下一步需要什麼 把它移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怎麼移動會是最簡單呢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產生之後 游標目前在這個上方 請你注意看一下右上角 移動圖表 有沒有 也就是說 他放在這邊的意思說 你要不要 自己移一下 OK 那你要怎麼移隨便你 假如說呢 你以後 是希望跟 這個表放在一起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圖 就移到旁邊去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話 有表 也有圖 這感覺還不錯 放旁邊 這方法一 直接就把圖 跟表 放在一起 但是呢 你想說 這樣看起來還是不清楚啊 我不要看表 我只要看圖的話 那你可以用 第二個方法 點擊他 接下來怎麼樣呢 移動圖 就按下什麼呢 移動圖表 那請你 把他怎麼樣呢 把他移動到 特別注意喔 移動的時候呢 他會讓你選什麼呢 你要不要放在一個 新的工作表 工作表名稱叫什麼 OK 那當然預設是叫 TRA1 那你可以把TRA1改成 比如說這個是什麼 什麼圖啊 這個是 通訊產品 統計的銷售圖 之類的 OK 你可以自己再把 名稱打上去 那我 特別說移動圖表之後的話 請你選上面這一個 那這個名稱看你要不要改啦 我現在不改好了 你如果要改你可以改一個 你要的一個 那個工作表名稱 按個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他就會自動怎麼樣 幫我產生一個 一個圖出來 但是這個圖 請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 他還有蠻多地方 跟剛剛我秀給大家的 大家看的這個 這個結果 有差異 那哪些有差異 首先第一個 大概我希望各位 後面做幾件事情 第一個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了移動圖表 移動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第二個的話就說 我希望呢 幫我增加一個什麼 這個 圖表的標題 那我現在那個圖表標題 能夠置中 我能夠把它放中間 並且呢 字體大小24 微軟症黑體 並且加出 意思是說 各位有看到 在那個圖表上面這邊有叫 通訊產品報表 這六個字 可是你會發現喔 他剛剛幫我產生的這個 上面是沒有標題的 那所以喔 那我要怎麼自動 在上面做個標題 OK 在做標題喔 其實 方法很多啦 不過 你第一個你不要想說 你自己用那個文字方塊 文字方塊拖拉一個 當然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這樣不好看 而且未來喔 他沒辦法控制 所以建議喔 如果你要做標題喔 第一個先 把它產生 移動過來之後 請各位找一下 他裡面有什麼功能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呢 在 這個版 因為 特別注意喔 這個部分喔 差異會是最大的 我在2010 2013 2016 這個位置 差異還蠻大的 所以如果你用不同的版本喔 可能就是自己在找一下功能 因為 這個詞倒麻煩一點 那裡面的話呢 如果你要增加一個 那個 這個圖的標題的話 你可以切到 我是2010的版本 版本配置裡面喔 他這邊就會有個功能叫做 圖表的標題 OK 圖表標題 那如果說你要把什麼 把圖表的標題加進去的話 你就點選 他的預設是不要 那你可以選擇 這底下還有兩種 一個是什麼 圖中 重疊標題 一個是圖的上方 OK 剛剛我給各位看的 理論上應該是 自中 的重疊標題 你會選這個 自中的重疊標題喔 OK 那你會發現到 上方呢 他就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放下一個 有一點像文字方塊的東西 我感覺好像跟那個 用文字方塊來拉 好像也差不多 至於有什麼差別 我是沒有比較過啦 不過我通常還是會用 他給個功能 否則的話 最後會出一點狀況 恐怕比較麻煩 所以 記得是從 這邊 改成 自中的 重疊標題 當然你想說 那下面這個有什麼差別 特別注意喔 你可以自己再玩玩看喔 如果在 圖表上方的話 他會在這個地方 獨立出來 可是如果在重疊的話 你會發現喔 他是在 圖表的 那個地方 OK 如果圖表的上方呢 他就會 跟 圖表是分開來的 一個是疊在一起 一個是分開來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假設 假設 打個名稱好了 我一舉這個名稱叫做 通訊 產品 報表 OK 那接下來如果我希望呢 這個字 假如換 比如我今天有三個需求 第一個我希望字 24號字 大小 然後呢幫我變微軟症黑體 然後加個粗體 變個顏色 那怎麼做 你如果字打上去之後 第二個步驟 特別注意喔 你郵標呢 請你把它放在框框上面 不要放在這個字裡面 框框上面 點一下 OK 框框上面跟 裡面不一樣喔 如果你點在裡面是虛線喔 點框框的話是變實線喔 OK 變實線之後喔 再來做設定 要怎麼設定呢 一 請你再切到哪裡呢 切到常用裡面 常用裡面之後的話呢 常用裡面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在 這個地方就可以設定了 第一個字把它放24號字 字就放大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那個字改字 字 字型喔 改成叫微軟症黑體 OK 但如果你沒有 你可以找一個適當的 字體 OK 那再來的話呢 字 加粗預設就加粗 再來字的顏色 幫我改成紅色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已經 產生了一個 圖表上面的標題 理論上加個標題比較OK 所以我這個版本是從 那個 那個版面 配置裡面 那我把它放在重疊 重疊的位置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 做完第一個 步驟 裡面的話就是 上面 多一個那個 圖表標題 OK 第一個動作 那第二個動作呢 我希望呢 能夠把什麼呢 把這個圖例 這個叫圖例喔 這個所謂的圖例就是讓你知道說 你這個 主軸裡面 是放什麼資料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把它搬到 左邊的話 由右 搬到左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喔 你會發現喔 不過還是版本的關係 如果你版本不太一樣喔 可能自己再找一下 我是2010 圖例的話呢 特別是圖表標題 再往右邊看 圖例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圖例呢 放在 圖的 預設是在右邊 可是我不太喜歡放右邊 我希望放左邊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 把這個選項改一下 圖例有沒有 本來在右邊嘛 你就把它改成在左邊 在左邊顯示 這個選項把它點一下 所以 圖例 在左邊顯示 OK 你會發現這邊就出現了 好那這樣的話呢 圖就過來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還希望做什麼效果呢 在左邊顯示OK的 接下來的話呢 我希望在這個表 的 每一個 直條圖的 最 外圍 外面呢 幫我顯示 這個上面的數字 OK 這個數字是什麼顯示呢 這個叫資料標籤喔 所以如果你要顯示這個資料標籤的話 記得 一樣嘛 所以剛剛好如果 其實都一系列的版面配置嘛 我剛剛用的是標題 再用圖例 再用什麼資料標籤 所以如果你希望資料標籤顯示在最外圍的話 它預設是沒有 那如果你要在 那個柱狀的 最上面出現的話 那最外面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中點外側 其實你只要把那個 資料標籤 找到 中點外側 就可以 OK 這個 版本如果不一樣 其實也是 蠻麻煩的 可能再找一下 反正你可以找到 它的名稱叫 圖例 圖例的話呢 你可以選擇 什麼的那個 中點外側 比如說點一下 中點外側看一下 資料有沒有出現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呢 我的 最外面 就會有一個 這個 所謂的 圖例啊 這上面的數字就顯示出來 所以一樣 就是從那個 我們那個 資料標籤 裡面就可以顯示 我要的東西 OK OK 我版本 真的 我印象中好像 201316 好像就是 這個 部分好像又不一樣 所以如果不一樣的話 可能要再找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我希望呢 再把那個 還有哪一個部分 我看一下 圖例部分OK了 所以改成 中點外側 資料標籤 改成 這個 中點外側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這個隔線 再來處理隔線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隔線部分 水平隔線 我除了有主要隔線之外 水平部分 還有次要隔線 那所謂次要隔線就是這邊 還會多一些隔線出來 那垂直隔線的話呢 我除了 這個有顯示 他的主要隔線 這兩個部分該怎麼做 這邊的話呢 我們最後把這邊 隔線部分 你會發現預設他只有給那個 水平裡面的主要隔線 沒有次要隔線 次要隔線裡面比較細 重向的話呢 是垂直隔線 那如果我要顯示的話呢 那我可以從那個 這邊有個 隔線 各位可以看到了 其實在這邊就會顯示出來 隔線裡面的話 他會出現所謂的那個 水平的跟垂直的 那我們先設定什麼呢 水平的好了 水平隔線裡面的話 那我就是 預設是只有主要隔線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 主要跟次要的話 底下有個主要與次要隔線 這個時候呢 主要跟次要就出現 隔線的好處啦 當然就是你比較好 去辨識說 每一個直條的位置 他精確的位置 大概在哪裡 再來的話 縱向 如果垂直也要的話 隔線 你可以找到什麼 這個地方 有個主要隔線 次要不要 主要隔線 那你會發現 縱向也幫你畫線 所以以後呢 如果你今天 以後你的 那個 圖西畫 顯示那個隔線的話 那可以從隔線裡面 再去幫你完成 這兩個動作 水平的 水平是橫的 垂直的 水平的話呢 我是主要跟次要都顯示 垂直的話呢 只顯示 主要隔線就好 OK 大概這個地方隔線 把它加上去 最後的話呢 還有哪些功能 我看一下 填滿效果 OK我剛剛講 講過漸層 如果我今天希望 讓它變成漸層 而且最後呢 再加上有一個 一道 黃光出現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效果 也是這邊啦 所以 繪圖區裡面 繪圖區裡面的話 你可以 他預設有些 其他的 繪圖區選項 你就把它點選 那其實 就點選繪圖區裡面的那個其他 其他的那個 繪圖區選項 那我這邊其實 就是用個漸層效果 漸層效果的話呢 你就選擇漸層 漸層裡面你會發現 點擊預設就是了 當然以後如果你要 線性輻射什麼的一堆的 其實效果非常多 那最後的話呢 上面一道黃光 我印象中好像是 色彩部分的話 把它改成黃色 上面就一道黃光 有沒有 它就出現了 其實看起來很複雜 其實裡面點點選選 其實馬上就不一樣了 那個圖看起來就是跟人家不一樣 不會是一個陽春版 並不會非常複雜 只是說呢 因為我剛剛 用的版本 是 2010的版本 所以 如果你用的版本跟我不一樣的話 就可能 自己再找一下 只要知道對應的名稱 大概就 因為這個部分好像我印象中差異是真的蠻大的 所以以後呢真的是 像上這種課可能要 要統一一下 固定的版本 如果不一樣的版本 這就有點麻煩 但是名稱相似 你可以自己再針對 類似的這個名稱 去找到你要的那個功能 所以做出來的結果 就會是長得像 我們現在看到的 我把這個結果 秀一下 先要試一下 反正就是 我希望同學做出來 等於是 這個範例題裡面最後那個表部分 大概會有幾個 比較重要的 就是 第一個 標題幫我加一下 第二個 圖例幫我把它放在左邊 第三個就是 我裡面的那個 這個格線 格線部分把它加一下 所以這個格線 橫的跟重的 自己再把它加一下 最後就匯圖區 補一下 另外就是資料標籤 在中點外側 大概這幾個地方 試一下 匯圖功能 那個